曾经有个年轻人写了一封长信给杨将先生,诉说他对杨将先生的仰慕和人生的困惑。杨将回信说,你的主要问题是读书少,思考太多。像年轻人这样的人,在生活中并不少见。我们经常会有短暂的满足感,但却会长久的无所事事,在迷茫和焦虑中度过。 凌晨熬夜,中午赖床,柠檬成精,拖延成瘾,其实最根本的原因,就是你太懒了。真正想要变得更好的人,总是不断突破自己的舒适圈,对改变的渴望不会停留在脑海里。因为他们都在改变,明白自律是所有迷茫的良药。你想过十年后,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吗? 去年抖音上有个十年挑战的话题,很多人上传了2009年9月的变化。 十年前,有些人狠下心来,不再安于平庸,开始自律生活,读书,写作,学习专业技能,磨练表达能力。 十年之后,发生了翻天覆辟的变化。 从一个胆小弱弱的内向者,到现在沉着冷静,自信的企业高管。 有些人依旧懒洋洋的,体重却在稳固上升,十年如一日,平平淡淡。 除了皱纹,提醒着物价的上涨,提醒着这个世界的变化,它始终处于舒适的状态。 同样的时间,却是不同的。 改变,3650天,87600小时。 这就是自律和不自律之间的差距。 很少有人走上一条路,所谓自律,就是用积极主动的态度来解决生活中的痛苦。 生活中的许多痛苦并非不可抗拒的天灾,而是能够解决的小障碍。 如果总是被动地活着,日子就不会改变了。 一年之后,你还是原来的你,只不过是老了一岁而已,痛苦依旧。 但是,当你主动去解决问题时,痛苦就会变成珍珠棒里的一粒沙子。 总有一天会变得光彩夺目,浮去衣裳上的尘埃。 作家斯蒂芬盖斯每天坚持每天至少写50字,每天练习,最终成为畅销书微习惯。 舞蹈家杨丽萍为了保持轻盈的舞姿和曼妙的身材,十多年来从未吃过一顿饱饭,开唱了《孔雀舞》,被中南亚观众奉为舞神。 如今年过六旬,却没有一丝坠肉。 为了在拍摄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真实,演员彭于晏每拍一部电影都会拼命地练习技巧。 除了作为演员,他还是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学士,专业的海层训练师。 除了冲浪,体操,手语,泰拳,阿西柔术等等,积少成多,积少成海。 长时间的自律,会让你每天都在进步,每年都会有耀眼的成就。 霸王别基于有一段,让人难以忘怀的情节,小赖子和小豆子看了一场明觉戏。 满眼崇拜地问,我什么时候才能演好? 师父说,人要成全自己,人的一生,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,与别人无关。 有的人每天坚持早起,在上班前一个小时就开始学英语,拿到BEC证书,拿到高级口译证书,一年后拿到高薪。 有些人在高考中落榜,选择了复读,每天都要严格按照计划来。 好不容易考上了理想的大学,他也没有懈怠,每学期的考试成绩都是全班第一。 有些人因为身上的肥肉而下定决心减肥,每天只吃白开水,高蛋白让他不吃烧烤,不吃炸鸡,不喝啤酒,不抽烟,每天锻炼一个小时。 六个月下来,输了三十多斤。 这样的人,其实一直都在我们身边,他们本来就很普通,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。 但当他们选择了自律,强迫自己狠下心去达成目标的时候,那就已经足够耀眼。 但是还有很多人什么事情都能拖延懈怠,比如打游戏,睡懒觉永远不能放下。 习惯性的用行动来掩饰自己的懒惰,美其宁愿努力。 实际上根本没做什么,还有一些口口声声说要努力工作,制定了三个计划,但坚持了两天之后,还是选择了道歉。 放弃,白岩松曾经说过,不管你承认不承认,又是成功的人。 自律和自律几乎就能决定你事业的成败。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业余生活都控制不住,又怎么能控制生活呢? 别等到秘密一次次羞辱自己,却无能为力的时候,才会发现,自己的每一步,都已经被记录在了自己的人生档案里。 不能忍受自律之苦的人,就要忍受贫荣之罪。 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曾经说过,自我约束的早期阶段是兴奋期,中期阶段是痛苦期,后期阶段是享受期。 当你开始享受自律时,你会发现生活中少了失落和迷茫。 很多人一边努力,一边焦急地放弃,一边懊恼,因为他们既不能保持最初的兴奋,也不能忍受中期的痛苦。 其实,自律并不是一条捷径,而是一条捷径。 一、第一步自律。 早起。 很久以前,心理学家就发现,早起的人每天都会有更多的自由时间。 相反,对于晚起者来说,一天比一天短。 早起一个小时,你会发现以前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够用,而无法做到的事情,现在却变得轻而易举。 比如看书、写、做早餐、晨好、晨练、学习英语、听喝等等。 当你开始利用早起时间,去做一些积极而有意义的事情时,你已经开始自律了。 第二步自律,远离诱惑,这是非常困难的。 自我约束最大的原因,就是你身边的诱惑。 想一想,他经常会因为一些事情而分心。 是抖音视频、手机游戏、言情小说,或者朋友们经常约你出去聚会喝酒。 找出困扰你的最大诱惑,远离他,不要让他考验你的意志力。 第三步自我约束,制定每日计划。 凡事都要提前做好准备。 日程表基本上是每个自律达人的标配。 当你规划好你的时间时,你就会有行动的方向和动力。 欧阳娜娜曾经在她的Vlog里,分享过自己的计划,每天都要做一件日常工作。 喝水200cc,早上吊嗓子5分钟,瑜伽8分钟,大提琴60分钟,声援30分钟,运动12分钟。 另外,因为每天的工作安排不一样,所以他每天都要完成一份任务。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有效的方式。 如果你每天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,那就在早上为自己制定一份计划,然后按照自己的计划,去完成每天的任务。 当你完成了一天的任务后,你就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成就感。 开始新的自律生活吧,高度自律才能获得高度的自由。